因為要遵守疫情的社交距離 很多party都被迫取消 但還有不夠一個月就到加拿大國慶日 有一班熱心的朋友 就用了個好方法和加拿大慶祝生日 讓我馬上找這個活動的負責人聊天 Hello Richard 你好 Hello Nina 你好 加拿大國慶日擊鼓歡慶活動已經來到第四年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說以往的情況 2017年我們舉辦了第一次 加拿大日全國同時打鼓慶祝活動 慶祝加拿大建國150周年 而第二年2018年 我們很僥倖能夠創立了見歷史世界紀錄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改了在網上舉行慶祝活動 我們希望全國可以同時參與 現在我們已經在全加拿大 在六個時區裡 我們都已經有城市很踴躍地參加了 嗯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夏天的活動都取消了 但你們仍然很努力地繼續籌備這個慶典 那今年會有什麼安排呢 對呀 很多活動都被迫取消是非常之可惜的 而我們的活動在我們團隊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們很僥倖今年能夠可以繼續舉辦 而今年就要特別創意些在網上舉行 而我們的挑戰呢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全國的城市和小鎮 都可以在七月一日同一時間 打鼓六分鐘來慶祝加拿大國慶日 同時又向我們全加拿大 所有前線的醫護人員致敬 所以我們這次的活動特別是為他們籌款 他們的網站是Fundlinefund.ca 嗯 那麼有意義的活動 大家可以怎樣報名參加呢 大家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我們的網站 www.canadadaydrumming.com 就可以報名了 如果是一家人可以以個人來報名 如果是一班朋友或者是一個團體 就可以用團體的方式登記 嗯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舉行的時間 和到時參與要做些什麼呢 報名之後 我們會有專人聯絡你 溫哥華時間 上午10點之前 大家可以上網 當日我們預備了很豐富的 國慶日的節目 還有打鼓教練 教大家打鼓的技術 如果你沒有打鼓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拍掌 或者打阿波蘭稱 或者打任何可以發聲的物件 一起參與 在11點鐘的時候 我們會全國同時正式開始打鼓慶祝加拿大日 一切的詳情請看我們的網站 canadadaydrumming.com 而在當日 大家可以從我們的網站 或者Facebook 或者YouTube 可以直接上網 看我們的直播